代理主委叶宏林表示最快三月之前会提出要解除地井威城的构想 抛出一个新的构想 说要来解除地井威权 又是新招了 还可以这样一言再言吗委员 这个其实这是很糟糕的 就是为了他的官位 努力在争取官位 是非常不足取 非常糟糕 那社会观感非常不好 其实出展会想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做了 他的党产 处理党产 所谓的不当党产 处理了 然后政治党案的解密 其他的赔偿补偿的有了 所以他几大块都做了 那现在剩下是什么呢 现在他就是剩下一个中正纪念堂 他觉得还没做完 可是不要忘了 中正纪念堂的主管单位是文化部 文化部 文化部可以做啊 接着来做啊 文化部就把这个hot potato 烫手山鱼就丢给这个出展会 他出展会也知道是hot potato 可是他不得不接 为什么 图这个链站他的官位 只有抓住这个 说这个还没处理完 所以我要继续存在 天下哪里这种事情 他下一次时间一到 又要找一个名堂出来 这个地方还没转完毕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需要再演了 这实在是很丢脸了 而且很可耻的事情 怎么会有这样子练战纲位 找一些名堂 让自己继续在那个位置 政务官的位置在那里坐 让这个单位这样子名指名高 奉路这样子浪费 实在是非常非常要不得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出展会他本来就是一个 谍藏驾屋的黑机关 你说处理党产 有党产会在存在 你政治档案要解密 档案法已经有了 加上去就好了 赔偿那个228把它扩大 也就可以了 这根本就没有需要成立的 他当初就是为了 要斗争国民党而成立的 那他目的也达到了 也斗争了国民党了 这几年 那他斗争还不够吗 已经五年多来了 对不对 把国民党斗了这个样子 还不够吗 还嫌不够吗 可以真的 可以搜索了 对不对 不要忘了 蔡英文总统 他最近似乎要找他的历史定位 还去了金国园区 是不是 要两面讨好 这个时候他怎么会 出总会还要继续演在那里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讲 只要村长会还继续演的话 那蔡英文所讲的这句都假的 所以任委员他其实你刚刚讲的没错 就是他还刚去这七海的 金国园区嘛 对 可是促转会这次要提的 他三月希望抛出来 就是叫做去地井维权 不是两厢抵触吗 对啊 完全抵触啊 那去地井园区的话 那就应该去掉 这个金国七海园区啦 那蔡英文才去给他背书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不是自销矛盾吗 很清楚的看得到嘛 很清楚的看得到嘛 这也是可能是玩两面手法 这机会是很大的 一方面蔡英文要博得他的美名 二方面呢 继续追杀 那我觉得这个单位真的 一开始立法这个单位 虽然我们都不背书 我们那时候都一直反对 但是他们多数暴力通过了 可是开宗民意他就讲 是任务型的编制 任务型的组织 什么叫任务型 任务结束就关掉了啊 他已经任务结束了嘛 你还要做什么事 是不是地井威权 搞了五年多还解决不了 你再给你十年也解决不了啊 那这就是哪个借口 要继续恋战这个位置的借口而已 这是非常可悲的啦 委员在明堂恐怕还找不完 之前处转会也一度在春节前 过年前上了版面 就是找这情趣用品的业者 来讨论这些白色恐怖时期的新暴力 那这当然就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在Podcast上面 我想问一下我们一年 或是我们到底要养多少 花多少钱来养这个处转会 应该有这个 我所知道是几 可能不止几千万 可能将近上亿了 那来养这个处转会 那你刚刚提到的 处转会最糟糕的是 真的只是斗争蓝营 你可以看嘛 他说我们就问他 在审查预算不断有蓝营 不断的问他 说那谢上帝 献民的问题 黄伟哲献民的问题 黄国书献民的问题 变个案了 他都不讲 他说个案 那你针对蒋介石 蒋经果不是个案吗 处转会本来就是个案 而且你刚刚讲的时候 那个情趣用品的事情 他也是讲个案 他就讲个案 为什么这些 他说那时候调查局 针对哪一个人 他都讲得很清楚 那就是个案 为什么针对 你要斗争国民党 就可以讲个案 要保护民进党 就不可以讲个案 这不是送中标准吗 你打死他就不讲 打死就不讲 然后旁边就 老科再护航一下 就这样子 用不出一个索语兰 是不是 促转会促进转型正义 一定有人所谓的不正义 他的口中的不正义 他当然是要点名 不然的话 你没有点名 没有针对个案 你怎么去转 而且老实讲 我们现在四年一次的选举 四年一次的选举 他本身就是促进转型正义了 是不是 不正义就被转掉了 这个民主国家 你可以看 美国有促进转型正义吗 美国当初南北战争 也是有死多少人 有促进转型正义吗 没有这个东西 他只有只不过东西德 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是不是 他是讲两岸的 他是讲两德 西德东德之间的统一之后的 这样的事情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占官礼贷 就是为了斗争 搞出这样一个民堂 现在他们也都 也得逞了嘛 够了吧 可以结束了吧 OK 非常感谢委员宝贵时间 谢谢委员 新年快乐 谢谢 您看到的是这促转会 真的是我刚刚讲的转个不停 不过原本他们是希望 可以来落实转型正义的 而转型转一转 人家应该是从这边转到这边 180度 想不到这个促转会 他是因人而异以外 他一转就是转360度 还是回到了原点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今天因人而异或是看人办事情 还有看事情 挑事情来去做转型正义的话 这不也是促成的另一种不正义吗 当然我们都知道 5月促转会 展颜时间又要到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不想毕业 再次抛出了新的议题 新的讨论 说要来废除这所谓的地警威权 好像又要再继续市民下去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